我們加入台大男籃 然後我們是一群就是 應該說我的同學 他們都是屬於一群很認真做事的人 那你就是知道一群很認真做事的人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你就會想要看 就是會想看到說 我們這群人可以認真 最多可以走到哪裡 我覺得在這邊都是很瘋狂的人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誘因來 屈指我們每天那麼辛苦的訓練 我們都是憑著就是愛籃球的熱情 然後來到這邊 就是願意付出這麼多時間 然後在這裡接受訓練 雖然我們就是可能經驗就是比別人還差 可是我們的就是對於籃球的熱情 更精進自己能力的那種心 是不會輸給那些體寶生 就是我們是想要去挑戰體寶生這樣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比別人低一等 所以我們必須就花更多時間 然後更多的討論更多的合作 才可以就是 才可以有能力跟他們一起競爭 就我們雖然都是一般生考經台大的 但是我們都是去跟那些體寶生 或者是體制生在競爭 然後有時候也是不會輸給他們這樣 然後就會有一種特別 就莫名的成就感 我們每一場比賽 我們都是以一個就是underdog的心態去準備比賽 就是我們一直是挑戰者 然後我們一直去挑戰 所以我們才能不斷地進步 開賽前外界就已經不看好我們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輸個二三十分這樣 我們都打到這裡了 就是目標當然就是要贏啊 誰想要打會輸的比賽 對啊賽前我都覺得我一定要贏他們 但是就撐到第二節 然後一波亂流之後 突然被一波帶走就是 雖然已經知道可能想 已經知道走遠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 就我是拼到最後 大概剩一分鐘我才下場這樣 就是我覺得 只要我在場上 都還有機會追回來這樣 心情蠻矛盾的 一方面是惋惜說就差一步 但另外一部分也是體驗到自己的不足 然後就會更充滿了下一年 要努力達成目標的決心 還是希望可以挑戰甲義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一直都沒有真的沾上過 那個甲義的舞台 所以能沾上去的話 不但是個突破 也是你達到一個夢想的里程碑 先 Francesco